全体沉默 陈鹤,这是我18岁,邓超,这是我的,张卫健,你看我的!全体沉默 陈鹤,这是我18岁,邓超,这是我的,张卫健,你看我的!全体沉默 第一位,陈鹤。一提到陈鹤,大家都会想起好男人就是我,我就是曾小贤这句台词 不过他现在成了跑男中不可缺少的一位,而且综艺感还很强,十分的幽默,不过,这么多季的跑男,也真是见证了陈鹤的体重是怎么长上来的,基本上都是一直在吃啊,吃啊 再看看他18岁的照片,真的是惊呆了,这真的是陈鹤吗?是那么的帅气,那么的瘦,看上去是非常的稳重,再看看现在,差别是真的很大啊,尤其是在体重方面 第二位,郑凯 郑凯在《奔跑吧兄弟》节目中,凭借帅气的外形和猎豹般的速度,从而获得了观众们的喜爱,他也在节目中将认真的态度和恰到好处的感觉 幽默的幽默感让观众们看到了其调皮爽朗,真性情的一面 再看看郑凯18岁的照片,看起来很招人喜欢,只不是有点羞涩,你们喜欢郑凯18岁时的样子吗? 第三位,邓超 邓超是娱乐圈罕见的男人,没有漏习,能静得下来,而且为人还很善良 邓超作为队长,在跑男中也算是年长的老人了 再看看邓超18岁的照片,确实长得有点猪疾,不过有一点好处就是不管过了多少年,邓超还是老样子,青春永驻 不知道邓超看到这句话时,心里会不会乐开花 第四位,张卫健 张卫健给人的印象一直就是一颗亮亮的光头,他两次扮演的孙悟空堪称另类 所以,张卫健对于孙悟空的刻画,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那么看看他18岁的样子,真的是被帅到了,这颜值真的是没人能比的 看了这几位的18岁,你被哪一位的18会帅到了?参考来源